各位朋友大家好,我是金哥 之前我有个视频说过这个 现在造假技术有一种叫低度换高度 那今天我们讲一期怎么识别它 我面前有两瓶酒 这瓶是53度的,这瓶是43度的 我们现在把53度的标换到43度上面去 这是43度的酒 它背标上面是没有有机码的 那现在我们就操作 一个热焚枪,43度的酒 现在的卖价在1000左右一瓶 已经分开了 然后,今天煮一下 2度红豆 比较鸡 就像10个人 你ят的隔山 你不不要 但是,有的 你不太会 那个操作 对 后边我接下来了 今天可能缺的有点着急 有点缺坏了 我们把这个前面的东西接下来 很酷 好 哇 接坏的啊 这个这个比较是13度接坏了 我们看53度能不能接好 如果53度的试好了 我们也可以贴上去 也算成功 调温度调小一点 不要太大了 慢慢来温度稍微匀 匀一点 因为我不是专业作假的 所以说 还不是很纯俗 53度接标成功 现在把这个53度这个标 贴到43度上面去 因为这个起标的过程中 我不是专业的 起得不太好 稍微有点硬气 这边就没有硬气 这边就做得非常好 基本上就看不出来 好 这种小顺乃伸脚 把前标符接一下 成功 现在我们把这个起下来的53度的前标 贴到43度上面 我也觉得这边 下来一个小区 下来一个小区 我来一下 完成 前标后标敷衍了90% 因为我不是专业的 所以说敷的不太好 低度换高度怎么坚定 用手机下载茅台的NFC 茅台NFC会有写后面背标的污漏码 有机码P4都数都有 如果你手机查了不对 那肯定是换标酒 假酒换标或者换帽 然后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听酒花 看酒花 43度的酒花非常薄弱 大概是在8到10秒左右 而且酒花声音非常弱 不是那么啪啪啪去的声那么响 53度的新酒 它酒花声音是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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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直接干了十几秒 干了15秒以上18秒左右 这个听酒花可能一般人听不到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看酒花 电筒45度对着这个酒瓶子 时间摇 摇完之后 看到酒花的阴影度 53度的阴影度 它的阴影方向宽 而且散的稍微要慢一些 一般是在10秒左右 然后43度的 它这个40度打过来之后 酒花 有 但是散的很快 大概是3秒左右就没有了 两三到三秒就直接就散掉了 以上是43度茅台 换标53度的建定方法 观众哥 鸡姐家酒 最后再次参加点 那是4秒的 最后再次参加点 是5秒的 最后再次参加点